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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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来看 常常有时候 那么我今天呢 我是说的这个关于叙事这一块呢 实际实在说的是 就是细部的历史 我把这个PPT字做得太小了 我以为大概会放得很大 西部的历史指的是什么呢 我就现在是 就是要谈一谈我自己对阅读 对写作的某一些记忆 我的老家呢 是在江苏里里 就是刘雅之先生的镇上 我的老家的房子 我的老家的房子 我的老家的房子的河对面 就是刘雅之先生的故具 我是在写一本回望这本书的时候 发现了文革时代出版的太平天国批判资料 这本研究资料 不是批判资料 是研究资料 这个研究资料里面意外有一个叫柳兆勋 实际就是柳雅子先生的郑祖父的日记 这本很厚的一大册里面有22万字 是柳雅子郑祖父的日记 他日记里面写的是什么 就是正好是在太平天国 打到苏州阶段 这么两年多的日记已经有20几万字 我看了这本书 我当时真的是忍不住就是要抄里面的关键词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 对一个封建大地主 他有几千亩土地 我们受的教育的概念就是地主是剥削阶级 他是收租屋子 或者说他迫害农民 他自己花天酒地 往往都是这样 但是看了这个日记我就静待了 实际就是和以往的关于文学的历史 重点究竟落在什么地方 那按照左翼文学的观点 等于说是中国的文化的根基就是在农村 城市是被批判的 城市是腐朽没落 冷酷无情 是水泥森林 但问题是农村 他的中国的文化的根脉 他的农村 几千年来 这个农村不时保存在贫农手里的文化 那柳兆勋先生他体现的是 中国的文化根脉就是在这些封建的香生手里 等于说你看他的日记你可以知道 他每天会做大量的仪式 就是念各种咒语 这是一个 还有家庙 看天象 祈祷 希望能够风调雨顺 下午他都是写诗歌 抄书 做各种 实际就是文人的事情 我一看这个大地主 他就是一个文人嘛 最有意思的细部就是什么 每一张写过字的纸 都要恭敬的收集起来 经常记录里面会有说和大儿子 收集字 然后因为太平天国呢 他是不崇尚文化的 他甚至要修改中国的文字 有的字不能写 就是他逃难之后又回到故乡呢 就太平军的经过的那些军营里面 甚至于在那个马粪堆里面 都会去把这些写过字的纸收集起来弄干净 然后挑一个吉日和儿子一起焚化 因为过去叫珍惜字子 有这么一个中国文化有这么一个规矩在 有时候是普陀山的一个和尚来 今天我有把多少字子交给普陀山的和尚 给他多少钱让他到普陀山去焚化 所以呢这个 从这个一点上来说 我觉得就是现在你要拍电影 你要拍电视剧 你根本就不能表演一个封建大地主 他的生活 你表现出来的这个都是走样的 实际就是说过去的历史 封建五时代 现以下的管理就是乡胜阶级 所以他任何方面包括美学的建筑 房子他都有一定的规制 不像现在中国的农村里面 房子都是随便乱造的 他愿意怎么盖就怎么盖 像个公共厕所一样他也无所谓 过去都是有规矩的 都是有文化在的 所以呢说到这个呢 就是实际中国的最近代史 最大的政党就是太平天国 尤其在中国的长江流域 他一直打到南京嘛 苏州都烧了一半 这些城市的 这些乡胜阶级 他就流动到城里来 所以我刚才开始说的 我说这个文学 我们文学观念所说的 城市的冷酷无情 城市的没文化 中国文化都在乡村 实际是从太平天国开始 已经慢慢流向城市 那么上海的大批的石库门 我们也是在这个时代开始在上海建立起来 我们如果看这个房子 我有一次也问过同济大学的老师 我说我们现在能不能够设计一种 只能上海才有的房子 过去你看这个石库门房子 中西河壁 每个弄堂门口都是中国的味道 各种斯达里啊 梅兰房啊 它实际都是农村的乡村阶级到城里来 它把文化转移到城里来 那同济大学老师说 现在不可能啊 现在这个农季率 我们都要盖30层以上的高楼 你这个 这种房子根本不可能现在再建了 实际上是 它失去了城市的特点 广州的房子 北京的房子都是一样的 但是石库门的话 一看就联想到上海 上海最多嘛 好像武汉也有的 所以呢上海市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文化的吸引了大量的资金 包括文化才变成上海这么一个大的城市 我记得有一本书是 官场现行记的一个李伯源写的这个笔记 非常漂亮 叫南庭笔记 它里边就写一个清末的一个将军 这个将军呢 当时叫他是叫清代的赵云 因为他是参加过云南战争 他是白衣白马 像赵云一样 他有很多老婆 但是呢 他经常会到上海来 他到上海来呢 就在上海的四马路 当时已经有四马路了 他就划装成一个乞丐 就跪在四马路上 手里拿一叠手指 就是上海过去是稻草做的 叫草子 看见漂亮的女孩子过来 就发一张给他 就等于现在发小广告 他把这一打手指发完了 他就走了 那么这个笔记写的非常简洁 就写他这一段 然后说有的人实际就是没有丢掉的 肯定有很多漂亮女孩子 怎么会接这一张手指啊 他说有的人接过手指回到家里 打开一看里边是一张黄金的叶子 就金的 纯金的叶子夹在手指里 那说明这个女孩子如果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说明这个女孩子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 她才会接过乞丐手指 一般的女孩子很骄傲是不可能的 像这种细节 你就会产生虽然这么简短 它有巨大的张力 因为他给你非常丰富的想象 就是说他到底为什么 现在我们上海或者中国 再有钱的人也多了 但是也没有这样的人啊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他是不是有病啊 作者一句都不说 这就是叙事的魅力 有很多的作者是以为我要写得越详细越好 但实际是经常性的 我们要把它缩短 因为读者比作者更聪明 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 清代另外有一个笔记 也是写北京 我联想到 也是写的八旗子弟 喜欢化妆成乞丐 也是这个小段 写的是在京西郊区 春天的时候 就看见有一群乞丐 但是聪明的人一看 其中一个乞丐的大拇指 上面有一个翡翠的班子 班子就是过去 有故民族他拉动射箭的一个 后来演变成为首饰 是套在大拇指上 可能是他脱不下来 那么眼尖的人一看 就觉得这个人怎么瘦 大拇指上有一个翡翠班子 不是一般人啊 就盯着看 然后到黄昏的时候 就看见有三辆豪华马车开过来 下来很多太监 伺候这帮乞丐更衣 洗脸更衣之后 就绝成而去 所以说这种文学的时候 这种叙事是非常有魅力的 你就像你去吃菜 在饭馆里面 上菜不是说上一大排 让你吃得够 通常都是很小一叠 你刚觉得这个好吃 已经没有完 所以我是 这些都是我记下来的 我就觉得这个就过目不忘 就是看着这个 上海的这个 刚才说的就是 是马路的这样的事情 实际上就是 一个是因为上海这个城市 我刚才说是 经济和文化转移到上海 上海本身 老城区 它实际也是很有文化的地方 但是呢 因为它没有一个西方的对比 所以说实际 上海后来扩大 就是在上海城的北面 等于变成租界 那么租界以后呢 一八五几年的时候 就在 那个上海城的北面 就是建立了大马路 二马路一直到六马路 啊 那个上海城里边的老城的人 出来一看就静待了 原来这个马路有这么平 马车有这么轻巧 因为西方的马车都有弹簧 不像我们中国的马车 一千多年来就是 撞在两个木桩子上面 就是没有任何避震的 路都是因为上海老城乡的路 都是到下雨天都是因应不堪 都是坐轿子 中国是没有城市概念的 没有街道概念 都是抬轿子 甚至于是骑马或者说 所以一看这么好的环境 赶紧就搬出来啊 所以当时的你包括包天孝先生 他说的都是整片整片的 是在建这个石库们 所以呢这个包天孝的回忆录里面就讲 说哎呀我们苏州是不行了 苏州就是被太平天火烧了一半 结果苏州所有有钱的人 有文化的人都跑到上海 但是苏州本地的封建的那些老先生 还是一致认为上海是个坏地方 因为上海有司马罗 所以教育自己的子弟是不能去上海 但是后来民国之后 民国因为这个政府官员都要换嘛 要召公务员 包天孝先生才知道 原来苏州已经是没有人了 苏州的苏州都招呼到政府 招呼到年轻人 说年轻人全部跑到上海来 早就跑到上海来了 就城市有这么巨大的吸引力 怎么文学上又会说 它是一个腐朽末落的地方 这是我所感兴趣的事情 但为什么是因为就像张爱玲说 你在村子里面 你就是吃一块肉 邻居都知道 你在城里面 你就在城市的公寓的窗子面前 你换内衣都没人看 这个就是城市 它是一个更安全的 更能保护你自由 保护你私命 你上班下班以后出了门 谁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人需要是这么一个不透明的 这种自然状态 像大森林这样的一个地方 才会觉得安全 另外是城市 它的人人口集中以后 它会出现很多有趣的事 我在一个春生旧梦里面也看到 有一段也是过目不忘的 说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过去很有名 有一个叫城中中犬 很有名的中犬 这个人叫叶城中 这个老先生 上海的教育方面 他投了很多的钱 但是他实际过去也是黄浦江边上一个船夫 因为变成猪戒之后呢 有一天一个老外坐这个百度船呢 这个钱包就落在这个船里了 然后叶城中就不做生意 就是等这个钱包 等这个钱包的主人 这个洋人来找 结果果然过了好长时间 这个洋人来了 哎呀说你太好了 这个人太好了 你不能干这个 你跟我去做做做做公司做做生意去做买办去 叶城中是这么出生 但是叶城中的儿子 在三十年代的时候 是一个上海非常有名的富二代 就是现在说富二代 就是花花公子 他最有名的一个段子 就是说他在上海最寒冷的几节 邀请几百个人 还是一百多个人到他家里来 吃饭 吃饭的时候就是故意叫 底下的人把屋房间 都是取暖烧炉子嘛 烧的这个热到什么地步 热到像澡堂一样 就等于我们新加坡最热的时候 这种温度 三十多度 结果来的来宾 当时没有空调 所以来的人都是坐黄包车啊 做什么都是球皮大衣 都是有钱人啊 一进这个屋子里面 就是全部都要脱掉了 你脱掉不行 还要喝酒 真是像汗流加倍 喝的 他故意呢 喝到一定的程度 这个叫叶叶中方 叶成中的儿子 他就出来了 他说 对不起大家啊 就是说今天实际我是没有钱 请你们吃吃饭喝酒 实际我一分钱都没有 所以你们刚才来的时候 你们挂在门口的这些球皮大衣 都被我卖掉了 卖掉以后呢 拿出一打当票来 就对着天空一闪 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这些客人就非常狼狈 因为这么冷的天外面下大雪 他怎么回家呢 根本没有办法回家 不知道什么办法 这帮人反正肯定是要回家了 但是有趣的是呢 过了一个礼拜 这每一个人家里 都有一个用人来敲门了 说对不起啊 说我们家主人 上一回失礼了 捧了一个大的盒子 说给你买了一件新的球皮大衣 你原来是狐皮大衣吧 狐狸皮的我给你买了 实在抱歉 像这种故事 你看着就会觉得 就像刚才我说的 发一个黄金烟子一样 就是说在那个时代 你难免你会非常审我 就是那个时候的有钱人 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包括这个叶仲芳 他是在南京路那个 开车带着的女人开车 是从来不管交通警察的 那个车子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鸡毛胆子 如果有巡警过来 就拿这个鸡毛胆子抽打他 所以说巡警都知道这个车 来回就到时候就罚款 叫他付钱 这么一个人 但是据说后来 叶仲芳他参加了抗日战争 参加了中国援政军 也是非常应有 就是过去的笔记体的这种写法 不像西方的长篇小说 他要写内心 写大量的东西 实际一本小说里面就一两个人 这个是什么原因 我一直觉得像一个谜 就是说实际中国文化 它从史记开始 它都是非常简洁 它不写内心的 都是三两句话 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一百年之前 我们看的 看的旧书也只是一百年之前 还是用这个方法 但是又便于你记忆 我看了这些我就不会忘记啊 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 它的传统 它是没有宗教的 因为宗教是什么 比如说像基督教什么的 它每天要忏悔 每天要自问 每天要向上帝汇报 我究竟怎么样 我想了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中国人是没有这一块 它都是描述 简单的描述 所以呢 当我们看这些笔记体的小说 当你看完了大量的西方小说以后 你再去看笔记体小说 你就会觉得他们都是关键词 就是几句话就勾勒一个人物 几句话勾勒一个人物 栩栩如生 这两种到底哪一种好呢 对于我们在座的写作的朋友来讲 我相信你们一定也非常难以判断 只不过说 我们现在流行的是西方小说 最近得了一个诺贝尔奖的什么什么人 我要去看 实际我们完全是按照西方的方式 在决定 而不是你自己来决定 但是作为我来说 我做了三十年的文学编辑 我自己也写小说 但是我越是到了我这个年纪 我越是觉得 应该就是要用这些关键词啊 我们看西方小说 比如说像莫伯商的杨之球 像这种故事 比如说安娜卡连尼娜 她写了两大本 我也只不过记住她其中一个梗概 或者说是不是我现在是偷懒 我就是想很快的了解 就像文学有一种叫 叫什么叫压缩本 把那些大骨头小说压缩成什么样 然后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我来了解她 包括前两年出了一本 叫陈聚来的 十年前出的叫陈聚来的 那个安事人物所记 据说这本书现在已经禁掉了 这陈聚来老先生 他是在文革时代 是牛鬼蛇神在 所谓的牛盆里面写交代材料 你过去做了什么事 你自己老是交代 结果他写了一大堆 写了一大堆呢 文革结束没多久 他就死了 陈聚来他是给毛泽东 给蒋介石都刻过章的人 是一个钻刻家 非常有名 他死了以后上海 他的儿子还是什么样 就是说加上报社的几个人 就把他的这个交代材料 上面没有标点符号的 密密麻麻的 整理出来这本书一看 虽然有很多人说 这个老头 在血口喷人 或者在乱写 写我爸爸有三个小老婆 这怎么可能啊 他都是写艺术圈 上海艺术圈的各种各样的人的事情 但是作为我这样一个普通的读者 我经常看的会 目瞪口呆 就是说都是颠覆我对 我过去受的教育的 比如说旧上海 比如说男女关系 他里面说上海有一个 他说是有没有姓啊 他不知道出版啊 他说上海有个某某人 这个人在北京买了一个女人 他是两头大 什么叫两头大 就是两边都是大老婆 那么他呢就是 又没时间嘛 没时间照顾 然后拖程聚来 程聚来因为家里孩子 事情多 他不可能有这种事 他说 你就帮我照顾照顾 我有三天不在 他有居入入买的房子 把这个女的安排在里面 他说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就到我家去看看这个女人 到底怎么样 我不了解我买过来的 结果这个程聚来就 过了一些天就告诉他 说哎哟这个女人有问题啊 他说什么问题啊 他说这个女人心特别严 他说天天晚上吃了晚饭就两眼放光啊 要出去玩 他里面说要听戏 上海过去是听戏嘛 听戏 听完戏要夜宵 我看着这里我自己都惊奇啊 说两点多还要去夜宵 我说哇 当时三十年代都是这样的 两点多还有外宵 有夜宵 那么这个男人就着急了 我我我我我 这个女人她这么不安定我 我怎么办呢 承论来说我也没有办法 那你一定要想个办法 他说唯一的是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她吸牙片 看到这里我也非常震惊 因为我们现在观念当中 鸦片是一个毒品嘛 但是在当时的时候 我也知道过去叫富贵高 就是富贵人家 担心儿子在外面要出事 要让他待在家里 就给他抽鸦片 家里有的是钱嘛 也根本没有科学常识 说这个吸毒是会对身体有影响什么 但是据说这些好的鸦片是 不像那种那种来路不正的 据说都会很好的 当然也是这么说 然后他在这个交代材料里面 他说原文照灯 写到这里他就说万恶的旧社会 批判一番 自我检讨一番 说是我就从此以后 吸了鸦片以后 说这个举行说安定的不得了 他说我每次到居住路去看他 两个人就坐在鸦片塔前面 聊聊天 他抽鸦片我躺在边上点个灯 弹到十二点半 他说我就回家了 哇这个男人就高兴的不得了 哎呀你帮了我的大忙了 你在无意当中就看了一段三十年代 两个男人私底下做的事情 是我看的书里面从来没有过这么私密 而且是匪夷所示 这就是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 现在说起来叫非虚构的 非常真实的 还有一个形容词 说起来叫毛茸茸的那种 没有经过任何架工 而且他还自我批判 我这个电脑上的字太小了 我不知道大小不好意思 就是说在这个三十年代的时候 在一些计时作品 在文学作品里面 虽然看着大量的小说 但是有很多细节 还是会让你牢牢记住 我看过一本书 是写一个扬州的和尚 在三十年代 要到西藏去拜见一个佛佛 他姓西藏佛教 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也是大致一惊 说你要到西藏去 你有钱吗 你有钱你要从印度这边过去 这里是没有弄的 他说还教你一个办法 就是说你等 据说今年国民政府有大员要去西藏 你就到成都等着 结果他就赶到成都 等了三个月 国民政府一个要员 就是到了成都 说这个场面太狂欢 几百匹马的一个马帮 就是这么每天走 每天一早把那个银 这个帐篷拆掉 装在马背上 然后就走一段 走到下午两三年 又大帐篷 又住下来 从成都走到西藏大概要半年那样子 据说 他里面写的一个世界非常有趣 他说走到一个穷山热水的地方 非常险峻的一个地方 非常险峻的一个地方 当地的县政府就请这帮人吃饭 这个国民政府来的人啊 大宴宾客 几十桌 完了这个人一看他就吓了一跳 他说你们这里请客 你们这种遥远的地方 交通也不便的地方 你们这个饭桌上的饭碗 整个都是细池的饭碗 都山珍海味 海参啊 什么都有 你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哎呀他说我不买你说 你们要到西藏 那我们早就知道这件事 为了这个事情 我们准备了两年半 专门派马帮到江西景德镇 去买那个瓷器回来 结果没想到这个马帮背着瓷器 在一个高山上面翻下来 人都死了 东西也都砸碎了 然后又派马帮去买 还派马帮去买 到海南广东去买鱼制海蒸 然后才凑满今天这一做饭 我看了整本书啊 我就是记得这个 所以这种魅力就是 不知道是叙事的魅力呢 还是本身他细节的魅力 因为他后面写的是非常复杂的一段 写的是他们到达西藏以后抗战 抗战以后西藏立刻就翻联了 就对国民政府立刻翻联了 因为日本人也进去告事情嘛 和西藏政府 所以说你们回去 你们要从印度那边走了 不许你们再回去 最精彩的就是我刚才说的 所以我有一大本书 十多万字 这一段 就是我读者的记忆 这本书的厉害 所以我今天讲的都是这些 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过去千年时代 我十六岁到二十四岁 我是在东北的一个老改农场 前老改农场生活 因为大量的犯人 各种各样的犯人 在一个十六岁的上海小青年的眼前 你们觉得他们特别仓老 他们各个都像自尺分子的样子 但是伸出的手来就像树根 是老农民的手 然后就是做样子给我们看 比如说要割麦子了 割麦子卖地里下大雨都是水 城里来的男男女女 什么都不会的 领导就打一个电话 立刻黄尘稳稳 来五个卡车 前后卡车都是机枪队 中间三个卡车 上来的人我们一看都吓一跳 这都像演员一样 因为在夏天的时候 都是穿冬天的衣服 棉袄啊什么都有各种打扮 像演员 实际都是犯人 他把犯人调过来 然后排队报处 链刀发给他们链刀 卡车后面的链刀发给他们 都是用武器 枪队着发给他们 发给他们以后就在我们眼前排好 每人十条笼 一声令下 四面有空气插着 你不能越过 都有人拿枪看着就下水 然后下水的时候就像一个巨大的 没有声音的收得机一样 一点声音都没有 非常熟练 他们到这种熟练的程度 你要经过多少年的锻炼才能够形成 我是在这个 这么一个环境里面 度过了我的清潜时代 所以当时的范围有各种 我记得有一个是 就是说是汪精卫的秘书 在南京时候做过汪精卫的秘书 他穿的裤子我们一看就觉得他和一般人不一样 就是那种翻边的厚的 上海话叫B基的翻边裤 宽大的裤脚有翻边的 当然补了很多补丁了 那么我们有一个很简陋的石头 它是行满的 行满的时候我们一起排队买饭 经常就会说 跟他说你表演一下 你从飞机上下来的样子给我们看看 大家就散开 然后他就做出一个当年的样子 大招手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反正就是我们 都散开来表演给我们看 在食堂里面走一圈 这么正宗人 那么其中有一个人 讲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是非常特别 他就说我是想到大学的大学生 因为国共合作了 靠战了 国共合作了 我们就赶到山西去报名 参加抗日啊 因为国共合作 所以他们到了这个报名的地点 一看 一个大院子 大家都在排队 前面就是两个桌子 一个桌子是国民党 一个桌子是共产党 八路军 一个是国民政府 就是等于我们现在 这个做飞机过海关一样 你就顺手往前走 他和他最要好的同学 同班同学 两个人排队 所以命运就在这个一秒钟里面 面对的就是他最好的同学 八路军 你就是国民党 你就是国民党 就在一分一秒钟里面 两个人就分开了 分开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 他后来参加淮海战役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营级干部 在淮海战役失败以后被俘虏 变成那个那个 劳教人员 开大会 全是泛民 全是淮海战役下来的干部 当兵的是立刻变成解放军了 结果他一看台上坐在最当间的这个人 就是他的同学 而且两个人都四目相对 他同学都发现他 然后等散会的时候 就来了一个勤务兵 这个勤务兵就说 我们寿长坐 他马上要到黑龙江黑河 拜一个劳改农场 这个劳改农场 最早的时候就是部队在坐 你如果要去 你就报名 他当年心里就在想 我最好的同学 虽然这么多年 我当然也有去啊 对吧 总是比没有人好啊 所以他就报名去了 报名去了就到了 我当时的所在地 黑河地区的那家务场 但是他说实际上我到了那边 也没想到我同学的福 因为半年不到我同学又掉走了 所以说我一直到现在 当然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命运 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 这么要好的同学 也因为是政治形势 就变成 变成仇敌一样 敌对势力 有那个杜月笙的一个 有一个杜月笙的土地出过一本回忆录 讲的也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叫当年有 当年有一个陶西胜这个人 就是汪精卫的部下 他们和日本人 当时汪精卫要做汉奸的时候 和日本秘密签订了一个叫日汪协议 这个日汪协议呢 蒋介石一直不知道 但非常好奇 看汪精卫和日本人会怎么样 结果陶西医生一看不对了 汪精卫 汪先生已经跟日本签了日汪协议 他拿了这个日汪协议的副本 跑到香港来 跑到香港来就 转给重庆方面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 看了之后说 不能宣布 为什么不能宣布 说陶先生家里的人 陶先生家里 还有几个孩子还在上海 朝家都那边 你们要想办法 结果就叫杜月符 说你要想办法把陶先生家里的老婆和五个孩子 全部弄到香港来 我再宣布日汪协议 所以像这种作者漫不经心的一笔啊 你就会觉得 哇原来还有这么一个细部的东西 结果 就买了船票 在石油铺买了船票以后 杜月符派他的大徒弟在上海组织了 像美国电影一样 组织了三批人马 都是枪手 第一批人在朝家都 第二批人在东湖路埋伏 第三批人在石油铺 然后派人 先把孩子接上来 如果说汪精卫有人要追 你们就往 顺着朝家都开 他说你放心 中间有枪手会出来 开到东湖路 继续有人追 东湖路也会有枪手出来 到十六户 船票已经买好 你们就光顾上船 码头上会有枪手的 这是特别精彩的一幕 但是呢 最最有趣的是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就是朝家都这个车子派出去 把孩子老婆接上车 一路过来 根本他们对方 汪精卫方面 根本不知道 这个枪什么都白准备的 有一个段子说 周恩来当时不是红团 他也要暗杀那些人吗 他也是说你几点钟 你把手枪送到某某地方 我要派用场 结果人家真的底下人 真的到了下午三点钟 把手枪送来了 他使手枪送来了 他算的时间是三点钟 手枪送来了 然后三点十分 我就要派 我就要打这个枪了嘛 没想到他三点钟 送来的手枪 是一把新的枪 上面都是油纸包着的 这种盒子装的这种枪 就是根本不能用的 所以说周恩来就是很生气 就是这个枪拿的也等于 等于你没送一样 所以这种 我这个是听上海一个朋友讲的 我说这个倒是真的很有趣 是不是因为是 看书看多了 看到后来专门要看这种 还是说人天生就是有一种 我们需要听那种非常特别的内容 能够补充我们的经验 因为我们经验都够了 我们要有一些这些东西来 来活跃我们的一种思维 那个说到汪精卫这一个地方 就是当年最最紧张的时候 就是汉奸有汉奸 在近安四以西就是76号是汪精卫司令 中介里面是国民党蓝衣社 中介里面在杀汪精卫的汉奸 那个76号在杀国民政府的人 那么最有代表的就是银行界的 汪精卫的银行 国民党重庆背景的银行 双方到最激烈的时候 就每天会交替的死一个高级 高级人员 管理人员 都是暗杀 所以这里面有一段 我看的那一段 那个蛇爱珍的这一段也是 就是说蛇爱珍就说了 说我们今天要打死的这个 汪精卫银行的这个人 你们准备在什么地方做这件事 就是说是在某某饭店一个包房里面 蛇爱珍就是后来嫁给 就是嫁给那个湖南城等的 这个女的 据说他也是神枪手 然后蛇爱珍就说 我要去看一看 现场我要去看 手下人就带着他 他说十二点半 他十二点一刻 就走到这个饭店的包房 说哪一个人 手下就只包房有个门帘 就拉开一点点给蛇爱珍看 说就坐在这边 第三个位置一个人 今天就打死这个人 后来蛇爱珍在走廊里面就说 哇这个男的太帅了 说不要打这个人了 打边上一个老头 满脸都是大马子 打这个人 结果他就走了 蛇爱珍就走了 过了十分钟 他用这个枪手就把那个门帘掀开 就对着这个老头一枪打死 就是有时候我们看 比如说蛇爱珍这个人 我们看到的都是他负面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一笔上面流露出来 你不管你是什么人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是不是 说是不是 我看着这一笔我觉得蛮感动的 我觉得真是 你长得帅还是有好处 是这样 是这样 讲了多少时间了 今天昨天我还跟佳怡在说 还是跟何华在说 我说像张爱玲和湖南城的事情 实际小团圆出来 我最最感动的一笔 就是很多我后来发现 读过小团圆的人都疏忽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一小段 一百个字都不到 是这本书的最最有灵魂性的 最感动人的 就是说湖南城 第一次到这个张爱玲的地方 两个人那天特别要好 等于说是在这一天定情的 定情以后都肯定了 第二天这个湖南城又到张爱玲家里 然后就非常认真的问张爱玲 其实湖南城心里有数的 两个人已经那么要好 谈恋爱嘛 开始的三四天是最要好 对吧 来后就问了 说 她说你究竟对我怎么样 男女往往都会问这样的问题 她心里一直知道 她要问她 你究竟对我怎么样 最妙的就是张爱玲一生不肯 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大幸福 就是湖南城昨天一天抽的烟头 张爱玲都不舍扔掉 放在这个大幸福里 然后湖南城问了这个问题 她就把这个烟头给她开 就是 那个小团圆里面就是这么多人 就结束了 这一段的话 你碰上一个啰嗦的人 唠叨的人可以写几千字啊 但是这个就是特别的有魅力 特别的妙 就是说 你可以想象很多东西 虽然她们是这么有名的人 或者是这么了不起的人 但在这种地方 她们情感的表示 实际和我们常人是一样的 而且是和我们常人是相通的 你任何一个人遇到一个女孩子 她能够收集你的烟头 真的是太好的事情了 一般是不可能的 就是像张爱玲这种怪人 才会是这样的 上海有一个老先生叫张先生 一个张先生 他在三年前写了这么一本书 叫《市民别墅对照记》 这本书也挺了不起的 写完之后 过了一年半他就过世了 这本书把上海玉圆路 有一个挺不错的楼盘过去 三十四十年代之后的 叫《市民别墅》 里面的大大小小每户人家 真是了不起 每户人家前沿后果 家里人的照片 都写在一本书里 真实的 你想想看他要做多少工作 这一大条论堂里面 楼上楼下都要统一 这户人家家里 他过去大小老婆 这个人过去西亚片 这个人过去是百乐门做过 什么帐房先生 这个张老先生 他就有这个本事 他是从这条公堂 第一个住在里面以后 这么多年的老邻居 各家各户都给他签订协议 我同意你携我家 那么这本书的珍贵在什么地方 是中国社科院出版社出的 最了不起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通过这个我就发现 张先生 他有一大部分参考资料是 刚刚解放的时候是派出所的资料 我就很震惊是解放之后的派出所 你家里是怎么回事都是一本帐 这本帐可能到现在没有那么厉害 他是后头修令过一次 一开始是有一个疑问 一直不知道 是弄堂底部 有一个三十五号还是几号 说这个地方是过去日本人的高级纪约 因为他预言都是好地端 说日本军官都是便穿便服进来消费 非常有名的一个日本纪约 但是整条弄堂现存的这些人 没有一个说记得这件事 他就很纠结 因为我估计张先生也是处女座 就是他喜欢 就是一定要问清楚 所以后来呢 等第二次修订的时候 哇 已经是一个小时了 我这个讲 结果没想到 等他第二次修订的时候 有一个老先生出来说了 他说上海先生不好意思 你上一次收集资料的时候 我就不好意思说 我当时大概只有八九岁还是十岁 就住在这个纪约的后面 他说我每天下午都偷看里面的日本纪约洗澡 因为我家的窗子只好不看到 但是你第一次收集材料的时候 我不好意思说啊 说了之后别人怕 别人说你是从小就这么流氓 但是想想也就算了 这个也不要紧 说起来是批判 今天是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嘛 就说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这个是我对那个 实际今天我是讲的一般 什么现在还有十五分钟 我本来是他算是晚清 一直到现在每个阶段讲一个段子 包括我画的那个叫领带扎拖把 就是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实际从1950年到1960年 这个短短的十年我在1960年的弄堂里面看见 很多家庭主妇已经把男人的领带扎拖把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都要穿人民装 你一解放以后就不能穿西装 上海有那么多金融方面的做买办的 这个高级领带一大堆 而且还要付票 家里都要几尺步几尺步的 这个就干脆我就把男人这些领带就做托吧 所以说可惜就是没有留下一个 现在变成古董 所以我及时把它画了下来 所以呢 包括刚才说到派出所 我最近看到的一个资料 就是派出所记录1962年 乱搞男女关系一个人被抓起来做的一个笔录 这个笔录看到我也是就是内心就觉得 虽然说他这种事情不说他怎么样 说那时候的人真的是可怜 就是一男女 讲一男女两个人 两个人已经关系好了 但是都是婚外恋 婚外恋上海又没有地方可以去 也不能借房间 你要住旅馆都要结婚证书 而且这种结婚证书里面 也是大家一个大捅铺啊 或者随便进来倒热水啊 也没有什么私人空间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真是可怜 这两个一男女真是可怜 然后就是邻居嘛 邻居又是公用厨房 所以呢 有时候他就写个纸条 说明天早晨七点半 我们现在看明天早晨七点半 肯定是明天七点半 他们要办事去或者干嘛 实际就是很可怜 就是明天七点半 你到公共厨房来 我们两个人就是 你也做饭 我也做饭 我们也看一看 你说可怜吧 因为是公共厨房 你有时候在这里等了一个钟头 他也不出来 也有可能的 因为邻居很勇的 所以到最后 实际事发是什么回事 他实在没有办法 就上海那种私户门房 是墙壁是带了壁嘛 他就在人后面 这个女的住在他们家隔壁 就在两个墙 两个房间中间这个墙上 挖了一个洞 挖了一个洞呢 她伸到那边去摸摸她 她也手伸过来 但是没想到 大概只有两天或三天 这个女的丈夫回来了 回来立刻发现了 那就报警抓进去 因为今天事件关系 我们也讲这个 详详细细的 你现在看下来 你不觉得怎么样 你就觉得可怜 那时候的人太可怜了 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 就是说你城市的魅力在哪里 就是它是 它是保持一种暧昧 它是你看清楚 但是又那么丰富 永远会发生 农村里发生不了 非常复杂的内容 还有几分钟 所以包括 我有好几次抢眼都讲过 我繁花写完以后 我有一个五元路的亲戚就告诉我说 诶 她说你既然写了男男女女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这条马路的事情 你不写 我说你们这条马路有什么事 哎呀她说你不知道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 我们五元路有一个大的花园洋房 大铁门解放之后 从来不开的 就走后门了 结果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以后 洪文明冲进去 结果你知道为什么 他说我们这条马路的政治性 就这个大洋房里面的主人 他有六个老婆 他六个老婆就在这个花园洋房里面 从四九年之后一直到六六年 没有一个人知道 结果拿出来批斗 胸口据说还挂 夏天的时候 胸口挂一块咸肉 旁边是一个菜场 把一块咸猪肉挂在他胸口 挂在网子 因为咸猪肉一挂 苍蝇全来了嘛 就非常非常生动 然而我就是 我这个小说就是 听到的事情 我不加有偏触 我立刻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 比如抄家 就把这块原画 就写在这块地方 这个地方就更加丰富了 更加复杂 包括那个 当时有那种小报 说某某 徐慧区一个地下室 发现了白毛女啊 就像一个童话故事一样 就是一家有三个女儿 然后爸爸妈妈 就是不喜欢这个小女儿 然后就叫虐待这个小女儿 叫小女儿做家务 晚上也没好地方睡 结果就让她睡在地下室 幸好发生什么宽大革命啊 感谢啊毛主席啊 这个白毛女 她是一个新白毛女 这种事情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上海在那个时代 我刚才说的城市的魅力 到了1966年就变成一个上海牌的旅行带 拉链全部拉开 新加坡没有这样的事 把城市的所有的秘密 毫无遮拦地翻出来给你看 世界上都很熟 我跟王家卫导演说 我说你们香港就不会这样 香港的秘密永远保存在何人手里 但是因为上海这个地方有一个好处 这种拉链就是到一定的时候 它又会愈合 那你比如现在你去看上海 又不知道了 它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它的愈合度也很快 包括去年我看报纸 偶然看到一个上海水晶工程交价 一亿八千万一个房子 哇 我说这个房子在文革的时候 是赫赫有名啊 全上海的工人阶级都去参观 在上海徐会去 因为这个房子里面 墙壁上都是玻璃或者水晶座 尤其是它的卧室 它的主卧室 它的天花板和地板都是水晶啊 墙壁都是镜子 就你可以想见你如果结婚呢 住在这么一个新婚置业 住到这么一个地方 产生的这种神奇的效果 等于福在库中一样 或者变成就是这个房间有很多人 但实际就是你自己 我这个合理要够 所以这个事情在现在 就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吧 这无所谓的啊 我最近还看过有一个小青年 他也在自己家里客厅里面摆一个浴缸 前面就是电视机 他下班回来就躺在浴缸里面看电视 这都可以 但是这个如果在文革时代 就是一个贪图享受的一个腐化堕落分子 所以这个水晶工在当时全上海的人都知道 你包括阳谷区啊 杂北区啊工人阶级的 小脚老太太也会赶过去参观 因为说起来叫批判嘛 现场去批判 实际就是去看热闹 所以这个主人什么人也不知道到哪里去 这门槛都踏破了 老老小小男男女女 天天络绎不绝 哇这么一个地方 到了2018年在一个房产交易上面说 一亿八千万卖掉了 当然上海的房子也是虚高了 但是我印象很深 我说你们知道吗 水晶工水晶工没有人知道 这种当时惊天堵地的事情 城市的这种 被障碍的人捉起来就是 一个一个一个华丽的档口 背后爬满了柿子 但是这个很快就会忘记 所以我画的这幅图呢 也有很多人看不懂 就是说这在当时1966年的10月份的时候 全上海的钢琴 经过抄家全部集中在上海 淮海路第一旧货商店 据说这个旧货商店是远东最大的旧货店 上海所有的旧家具 资本家的家具 现在中产阶级以上的钢琴 全部集中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旧货店是非常传奇 据说是经常有小偷白天躲在一个大衣橱里面 因为他知道随随家里送东西来了 有钱人 然后到半夜 从大衣位里爬出来就去翘 因为一直有传闻 有人说一个沙发里面有一大卷美金啊 有钻石啊 有什么啊 所以呢 后来这个店就没办法了 就养了两条狼狗 晚上巡捕我 看有没有小偷 但是小说里面所写 我是知道的是 有的人家 他的抄家以后 他就跟着这个卡车到了 这个旧货店 然后看我家这个沙发放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说不定就是财产 藏在这个沙发或者西蒙寺里面 然后他就挑准一个日子 他带上工具 看这个店里面 什么时候人最少 什么时候人最少 他就过去 或者是他知道 他是弄堂里面一个穷小子 他知道某某人家里东西过去 我知道他们家有钱 去碰运气 所以这个淮国舅啊 这个上海的淮国舅 当时的这种可惜 其实没有拍成电影 就是钢琴都摆到 马路前面大门 后面大门 马路边上都摆着钢琴 他说全上海来 哪有那么多钢琴啊 五分钟 所以呢我本来还要讲一些 现在不过讲来讲去 也是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就是我说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每一个人他对阅读 对写作他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从我个人的经验上来说 当看了大量的小说以后 我觉得我要触摸到人的最灵感的部位 就等于说我们大家在一起 我们愿意说一些八卦实际 要触摸这个人 我们要了解人的关系 我们要通过他的一些表现 我知道他是什么人 就一般的同事关系 你并不知道他下班以后去哪里啊 你应该 你如果有一些关于他的新闻 你肯定会想听一下 实际是要了解 那本学呢实际就是 人的关系的一种表现吧 或者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对于人的细节部分 刚才我讲的这一些呢 实际是我自己的经验 本来我可以讲的再多一点 但是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后面还有一点就不讲了 那么等因为就是我和 是不是到时间 想加以我们再聊一个 那么各位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向我提问 谢谢 谢谢不好意思 非常谢谢金宇诚先生 这么精彩的分享 如果想知道更多故事的话 一定要去阅读金先生的 小说还有他的散文啊 那我们的座谈会 现在就要开始了 今天座谈会的对谈嘉宾是 新加坡杰出建筑师 及作家陈嘉义先生 陈先生1984年毕业于 伦敦建筑联盟学院 曾经荣获威尼斯双年展银师奖 新加坡总统设计奖等奖项 他的公司在2015年 获选为环球五大推荐 选聘建筑师事务所之一 他的建筑作品包括了新加坡管理大学 北京长城脚下的公社等等 他也经常撰写文艺文章 出版过很多部作品 现在请以掌声欢迎 我们的对谈嘉宾陈嘉义先生 没有啦 这个我自己再一遍再讲一遍再担心 我是不知道讲得怎么样 讲得非常好 真是真是 如中而言 那呃 呃 因为我想到呃 讲起来 因为好像比起我自己的年纪 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新加坡在新加坡河左右 有说书的人 那到网上的时候 其实就围绕着一群人去听 听人说书 您的声音呢 是真的非常的悠扬悦耳 而且故事里头又有梅里又有章 真的是真的好 那OK 我留意到 您 没怎么样提到您自己的小说 哎 是啊是啊是啊 嗯 所以呢 呃 恰好我今天选的这些 这几张影片 都是跟您的作品有关系 所以 因为你的作品里头 呃 呃 其实保留了很多 呃 呃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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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雪芹所说的 把真事引去吧 那 今天 我们就是 很想知道 呃 它的一些背景 呃 我们从你的插图 从你的插画 从你的插画 从你的绘画 甚至从你书中的一些照片 来挑战好不好 好啊 好啊 OK 我安排了四组的插画照片 第一组呢 呃 首先这一张是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 就是两个小午才坐在一个天上 呃 其实这样的事情 我同年时候 也做过 就在 新加坡河那个上求老路 呃 的老房子 呃 新加坡有很多的电路 其实跟 呃 师父们非常相似 呃 呃 也是有天井 好 呃 其实是应该由您讲话 不是我讲话 呃 第二张图呢 是 呃 也是从繁华取出 那 呃 呃 你将 就是 呃 浦东省市 呃 就是 呃 静安区的一些便切 在这个地图里头 呃 体现了出来 呃 我先跟大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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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其实看图品 比看文字多一点 呃 所以当我第一次翻开繁华的时候 老师说是你的插画 我吸引了我 那 在进入你的文字的意境之后呢 呃 呃 刚刚我不是说有很多的疑团吗 我 我 我 似乎在你的插画里面 找到一些答案 好 我们继续 比如说 小毛 的家 小毛这个很有趣 是一个 呃 毛头小子 呃 呃 谁没有读过繁华的话 可以想像小毛 在这个插图里头 他是住在这个房子的顶端 然后呢 他的家的下面 就有一位叫做银凤的 我不晓得这两个名字也是蛮有意思的 这都是上海底层的人的普通的名字 啊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小毛呢 他是一个小伙子 而银凤呢 已经是有 有夫之户 但是他要公司当海员 啊 做海员 所以说这个小说里面写了一大段他们的 接触的过程 但是因为呢 这也和这个房子有关系 因为这种房子 就像刚才我说 你可以墙壁上挖一个洞 上海的石库门房子 结构非常差 他这个也不算石库门 他是比石库门第一档的叫 老弄堂房子 就是说这个房子 上海应该是坐北朝南 啊 这个是比较规整 他这个房子是东西巷 那种地皮 就是说 只能造这种 呃 也没有天井 下面就是大洞堂 边上开的理发店 啊 然后二楼是一个银凤家的 就这个女的 然后三楼小毛组的 然后呢 这个银凤呢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 呃 这个理发店到了晚上关门以后 这个理发店就变成一帮青年男女的客厅 因为他下班了 但是他又是一个货道 所以呢 男男女又坐在里面 那么这个银凤呢 因为他是结果婚的 所以呢 他经常在楼上偷看他们这帮男女在干什么 啊 因为他是已婚妇 啊 他又向往他们的生活 啊 但是他是有婚约的 啊 然后呢 小毛住在三楼呢 这个三层楼就叫阁楼 三层楼呢 他们两个关系好了以后呢 小毛经常也会从他们家的地板 能够看到银凤躺在床上 啊 这是因为房子所形成的人的 呃 呃 这方面的那个那个变化 啊 如果房子是看不到的 可能他们双方也不会来电 啊 啊 余辰余辰余较我要讲一样东西 不止你的插画很精彩 啊 这本书我看的是剪梯版的 他的排版也很精彩 因为插画在右手边 左手边呢就是 银凤在一个雨天 呃 算是片吧 或者 半片半拉 把小毛 交进房子里面 呃 洗日水澡 然后把小毛推到床上去 其他我就不说了 你要买那本书 然后 就真的是酸料娱乐 那 我就暗暗的为小毛 银凤我不担心啦 应该是过来的人 那 呃 我按那微小毛担心 因为 你看 上下左右都是人 那 竟然给他 凑成好事 对啊 对啊 因为这种 这种环境 身体和环境 是其实最容易产生事情的 啊 如果我现在 所以现在的邻居关系 都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看不到 根本也不会有接触 啊 所以我上一次啊 我在凡华里面写了一段 关于夜总会的事情 啊 上海有一些 尤其是在上个十年最最活跃的夜总会 我说这个夜总会 那种豪华夜总会 我说你走到里面就像人间天堂 为什么像人间天堂 因为你在生活中发生不了 走廊米来来回回 年轻的女孩子看见客人来都是笑咪咪的 非常热情 我是在上海马路上看不到啊 将来或者到了理想社会 男女见面都是这样 我说现在只是一个虚幻的场景 或者就是一个异化 当然人是希望大家 即使陌生人见面都是非常和蔼 但是在上海这么一个地方 马路上 女人看见男人都是忍若病状的 就是说你所以到了这种地方呢 哎呀 我简直觉得非常像在做梦 怎么这么多女人对你笑啊 一般不大会有 但是像这种房子呢 也会邻居之间特别友好 但是人又害怕这种关系 你比如说有一些文章 经常会描写过去非常的拥挤的 居住的环境下 这个邻居做了馄饨 就要送给张三送给李四家 李四送给谁谁家 实际你仔细一想 这就是农村社会 农村社会是这样的 各家各户都是这么来的 你有一些方便 但是你有很多不方便的东西 你家里来一个人 比如这个《繁华》里面所写的 一对夫妻文革时候被领导判他们必须离婚 你老公是反革命 但是他们两个人感情很好啊 感情很好怎么办呢 因为如果不离婚 就把你老公去劳赶 结果两个人就什么 表面是离婚了 但是秘密的经常见面 经常见面上海有一种叫传户电话 比如说今天送大闸蟹来 实际是暗号 是到闸北公园的 哦 是这样啊 明天送外公来 就是外滩公园 说送鸽子来 和平鸽 送鸽子来 就是和平公园 他们就去约会 约会的时候呢 约会还不行啊 他说男女这种感情 你到公园里去是不能解决的 那么搞到最后没办法 说他自己父亲 这个父亲不看出来 女儿这么痛 说我呢到闸北区 他们本来是资本家嘛 就搬到闸北那种街面房子 他父亲就说 你们不要烦了 就到我家来 我呢到长途汽车站 我坐那边坐两个钟头 你叫你男人过来 结果这个男人来的时候啊 就是我说的这种邻居关系 他说我们这一条街 这个门每算门 白天是不关的 门口有时候坐两个人啊 或者怎么样 这个男的进来以后 就不能关门啊 你关门的话 邻居都会觉得 这个女的 理论里面说 这个女的是离婚的女人 怎么会一个男人进来 立刻把门关了 非常尴尬 后来好不容易就下大雨 一下大雨 我们各家都把窗门关起来 总算两个人能够在房间里 哇这个 进了房子后呢 他外公人很瘦的一个 人很瘦的 睡了一个 那种旧的 上海叫竹塔 就是竹子边的这么一个窗 他外公人很瘦 就是睡着他们 没什么关系 结果两个人就睡这个竹塔 想不到一睡竹塔呢 一用力 竹塔中间就塌了一个大洞 哎呀 这个是杀风景了 就什么事情也不想 就说急死了 就说这个洞怎么办呢 就在拼命的想把它补起来 因为外公马上回来了 蔡明亮会敢进去这个洞 所以这种房子是什么 实际上最大的 就是人的尴尬不堪 是因为居住空间所造成 因为每个人都要有私密 但是这种建筑 像这个房子 这个家一选的 这个就是相对来说 在1970年 上海能够有这样一个房子结婚 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自主了 因为它这个是露堂房子的街面房 你看南边是可以通八路的 我画了一些是那个村巷的家 就讲那个 其实房花的那个插画 你画的方式很不一样 从我们设计师的眼光来看 你用了很多不同的角度 也用了很多不同的明暗的表现方式 那您我知道 现在我知道您会说故事 但是 您拿到海中 有了一个故事的时候 你要去叙述画的时候 是先有画面还是先有文字 最好是有画面的文字 就是写文章的要求就是 喂 你写得很好啊 好像里面有画面啊 这是最高的要求了 但因为我说的都是真的事情 其实今天我跟各位讲的 就是说我或者看书看到的 我会出现就是一个 真的非常非常生动的 就是房花尤其跟建筑物 尤其跟城市的关系非常密切 那房花自己本身吸引了很多 比如说电影工作者像 皇家卫导演啊 还有就是 宿州品堂 还有这一次的漫画展 也伸出很多不同的表现方式 这个应该是当初 你所没有预料到的是吧 没有 那你对这样的一个 繁花的phenomenon现象 有什么感觉 我是 我没有什么感觉 我因为一开始 当然非常高兴啊 因为我记得一三年的时候 我的新宿发布我的前一场 是一个上海非常有名的 一个乐剧演员 其实我来的人 全部是白头发的老头老太太 因为下一场就是我 我就非常担心 我在想 我说我的读者不知道 会不会都是年纪大的人啊 虽然我自己也是年龄大的人啊 后来等这一场结束了 我就看见很多年轻人进来 我就非常高疲 因为繁花现在有很多喜欢90后的 大陆说起的叫90后啊 那种小朋友都会很喜欢 可能就是 我也了解过 就是说可能就是 他们并不知道上海的历史 或者说也有人说 他不是上海人 但是他也喜欢看 所以他们要看的就是过去的时代的样子 那么这些插图呢 嘉一替我选的这些插图呢 我当时为什么要画呢 也是因为我还能画两笔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总是觉得我文字写完之后 好像又担心读者会不了解 尤其是文字表现 你就是写一万字 你都写不清楚 你画一个图 简单的图 大家就明白了 哦 原来楼上楼下是这么一个关系啊 这么怎么样 所以我能画 当时我就是 就是这么画的一些插图 其实传统的张魁小说 比如说张恨水的小说都有插图 那我们看水谷状 我们看西游记 也都有插图 但是不是作者画 作者画的呢 就比较需要 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 也是海派的作家 等一下我们提到 那我 刚才你有提到 就是整个六七十年代 主义文学的一些情况 那我是想 你们那时候是不是对苏俄文学 会比较有深入的 就是阅读方面 是不是接触的比较多 对啊 大量的苏俄文学 这没办法 从五十年代开始 实际从四十年代末 已经是国民党 国民是国民政府时代 已经大量的介绍苏联文学 因为苏联这个国家呢 它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 实际俄国 它的历史非常短 俄国它农农之时代 它实际上在普希金之前 它是不出任何人的 所以这个现象也是特别怪 然后从普希金开始 突然冒出那么多的 重量级的作家 然后现在又没有 所以这个事实是非常有意思 当然会影响到中国啦 大量的俄国文学 我都是在俄国文学里面 里面这么看的 可是可是可是 永远还有一个可是 从你的作品里头 我看到大量的 日本文学的影响 尤其是早期 比如说 从这创文世界啊 还有一些精神就是 跟着你 电影里头的 比如说 清涵就非常的捷径一些 早期的日本电影 黑白的电影 懵懵的 你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真的假 然后一团路加了什么 那因为是 我刚才我一开始做这个讲座 我就讲 就是说因为 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了解我们 我们整个文学的 西化的 那个从武士以后 这种完全按照西方文学的方式 来做的这么一个影响下边 到了我这个年龄 我觉得我应该是 刚才我们讲的一大堆 也都是笔记体的内容 非常简洁 我们中国的叙事的方法 包括繁华里面用了很多半文半排的内容 而这些内容呢 那些词汇呢 你现在阅读都没有人听得懂 文字上还能看懂 比如说像鸳鸯蝴蝶派里面 比如说一个女人她的眼睛非常明亮 非常眼神流转明亮 那么中文的鸳鸯蝴蝶派里面 这四个字叫明谋善赖 明亮的明眼谋的谋 明谋善就是善于的善于的善 赖就是青赖的赖 明谋谋善赖 明谋善赖这四个字 你就是电台里面你读小说 人家都听不懂 这明谋善来什么意思 但是文字上看就特别好看 这个女人的样子一个人出来 但是这种鸳鸯蝴蝶派的句子 在中国本身 它是到1950年的时候 已经判死刑了 因为从五四以来它就是反传统 它和西方结尾以后 尤其是鸳鸯蝴蝶派 这些老先生到五十年代之后 都没饭吃了 也不能发表作品 也不能写那种香烟小说 他只能到那种地方戏里面去 帮人家修改一些旧戏的本质 来过日子 因为他已经被判死期了 所以现在你再拿出来 我举一个例子说 就等于你装修完了房子 你把祖母家里过去的一个 一个旧家具 把它弄干净 放在这屋子里 你的样子立刻就不通了 就和你新买的所有的新家具 新房间相比更加有味道 我最近才发现原来 张沐水 他大概就是鸳鸯蝶派 他其实不是 他是在北京比较多 他是安慰人 可是我要问的是 您在篇上海文学这么多年 今天的海报也写了海派作家 那海派作家是怎么回事 现在的海派作家又是怎样呢 海派呢实际上 我觉得已经是名存是亡 因为海派作家他相比之下 他是在当时上海的租界的三十年代 租界是一个非地 你是日本人打进来 你到了租界你动也不能动 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躲在租界里面 全国的作家都会来到上海 所以说他是一个 和金派作家之间的一个对比 金派比如像沈崇文啊 他们老舍先生他们是金派 金派就是刚才我所说 更加崇尚中国传统文化 就是所谓的相同情怀 节奏很慢 那么海派是什么呢 就是雕心立宜 就是有很多那个 也会受西方影响 他会各起炉灶 做各种各种独特的那种样式出来 但是他同时也比较薄弱 因为他没有强大的一个文化的 一个一个底蕴啊 但是他又是百花齐放那种 但是也就是短暂的这么一段时间 到之后到四九年之后 这些都是被左翼文学所所覆盖掉的 海派文学被左翼文学 是 我现在在亮的是你们家的一张照片 长德路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那回望这本书 非常令我感动 尤其是一开手就说 如果你父亲去把那些旧书找回来 结果当时找不到 还有就是把民人那时候 冰花马王那种把书拿掉的情况 可以说一下 别忘了这本书 他比较深沉一点 他别忘了 别忘了 别忘了这个书呢 简单的说就是我父亲他曾经是 他是1938年参加中共地下党 他还连这个系统的一个人员 那么这个事情呢 实际里边的有一些段落 是我等他过世以后 我才知道 蛮生动的 就是包括他怎么被 最后被 因为是日本共产党的 其中有一个苏联的间谍 叫佐尔格在日本 被日本警司庭破获以后 波及到上海抓了很多人进去 中共的系统全部进去 然后他在监狱里又是怎么回事 日本人怎么审他 然后一直到解放之后 反正他的这个经历就是没有好果子吃 那么过了很多年 就像刚才我讲演里面所说 一个人参加革命或者参加抗日 但是往往你就是年轻的时候 不是说你什么都能够碰到 你什么都能做 实际人生的选择是非常狭窄 实际有时候真的就是被动或者主动 你就几秒钟 你就决定了你要做什么 然后就是影响你的一生 有的是真的是靠外力的推动 有的时候是自己去参加 回望 所以这个呢就是变成了 就是我们要回望过去呢 我们只不过是要把这些 刚才我所说的就是要把这些细节都记录下来 回望里头有个人物 我印象可以来什么 就是你母亲 她长得也漂亮 而且完全不像汉人 而且她柔衷有感 可以说一下你母亲吗 我母亲就是一个文艺女青年了 那个时候说起来 就是文艺女青年 然后比我父亲小九岁嘛 实际我父亲她的很多的 关于地下工作的事情 我母亲是一年不知道的 然后解放以后 我父亲出事啊 包括什么 经历了那么多 但是我母亲对我们孩子说起来 总会说 我和你爸爸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像水晶那样透明 但是呢 等到我 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 我就是觉得 实际上文学是非常欺骗人 非常害人的这个感受 那是为什么 我是有道理 尤其是一些写内心的小说 让我们普通的读者觉得这个作家 这么多人的内心 他都知道啊 他都了解啊 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呢 我活到我这个年龄 我都没有彻彻底底的了解过一个人 那么你要如果又要推行这种深度了解人的文学 去给读者看 你这不是欺骗人吗 你让读者都知道 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 人都是可以被了解的 而实际上 人是根本不能被了解 人和人之间的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平行的一个一个圆 就看你们这两个圆的接触有多少 所以后来我爸爸过世了 到九十多岁 过世以后 他和他的一个 底下党的一个老先生的通信 我妈妈拿给我看 说 你爸爸有那么多的事情 我都一点不知道 就说一个人保留秘密 你哪怕就跟他结婚了 你不说也是对的 不能说两个人好了 就什么你都要知道 而且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 很多时候 人连自己明天会怎么样 明天的心情会怎么样 你都算不出来 明天说不定就会很糟糕 或者很开心 你都不知道 我 在你讲话的时候 在背后做了一些预告 就是三本书的预告 方导 清函 还有就是 每个网 那这三本书的叙事方式 跟方导 甚至跟起台面但完全不一样 方导的绘画方式也不一样 就是这三本书 不只有彩色 而且非常的抽象 那 方导如果 你没有 你不知道他的内容的时候 你会觉得还蛮适宜的 既有点像北岛的味道 我要介绍一下 是来源你选的这个图片 我要介绍一下 这是我在十八岁的时候 有一个刑满的释放犯告诉我的故事 他说呢 他是广东人 他是1960年被抓进这个农场的 他说我如果 如果我不是广东人的话 如果我是你们上海人或者北京人 我肯定死了 那是为什么 因为在1960年的时候 中国不是进入一个困难时期 就是说没有饭吃吗 那么这个农场实际 他是每年都是丰收的 但是这些粮食都要运出去 所以这些犯人呢 每天只有 比如一百个犯人 每天只有八十个 或者七十个人的口粮 所以呢 这个领导就想一个办法 每天都要去割麦子 他就在麦子地以外 比如八百公尺 放一个桌子 这个桌子里面呢 就把今天全部参加劳动人的饭 就放在这个方桌子上 然后就和所有的人说 你们每个人你们就往前割 随第一名 到了这个桌子你就随便吃 那么他说我就不行 我岁数大了 我干不过这些人 但是幸好我是广东人 所以呢 麦地里有很多老鼠 他就准备一个小的布口袋 就是抓那种 刚刚伸出来的小老鼠 眼睛都没睁开 粉红色的 就装在口袋里 而且不能给领导看见 收集在这个口袋里 然后呢 到晚上睡觉看看 周围没有人 就抓一个吞下去 抓一个吞下去 他说他也是自我安慰了 他说实际上 我就把它看成是我们广东的虾角 还是一个 是一个 他说如果是你们上海人的话 我肯定死掉了 因为每天都有死人从这个麦地里拖出去 所以这个呢 是给我印象太深了 我画过好几幅这样的图 但是这个图是不经过解释是 没有办法 没有人 现在没有人能够了解的 还觉得挺漂亮 非常漂亮 实际是非常残酷 但是这道故事之后 我觉得非常凄凉 就是在这个麦穗的湾羊里头 有这样的一番孤岛 而且你要去争取它上面的食物 那讲到食物呢 我觉得这三本书 尤其是翻到里头 有讽刺性的画了很多水果啊 食物啊 其实那时候是物质最贵乏的那个年代 你看那个水果多鲜艳玉地啊 真的是下乡文青那时候最 脑子里头想的应该不是小说吧 应该是苹果 是啊 就是这个都是像做梦里养花的东西啊 就是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我的原来的故事 装饰性特别强一点 仔细看这些苹果像是玻璃做的 也不得吃啊 就是那种装饰性的这种味道 嗯 青函其实三本里头是我最喜欢的 它也是三本里头最黑的 那 嗯 我知道我看到你 那还是要说下去 那怎么说最黑呢 因为每个都像好人 但是看下去全不是那回事 每个其实都是强暴 那 呃 连警察也是 呃 呃 那个地方也是蛮怪异的 就是呃 一直会有烟雾 因为是有一个福外什么 这是 这是江南最有名的一个太湖 他是盛产强盗 所以呢 到了那个三四年代后来就有一个中国很有名的叫沙家帮他的太湖游击队 他也是有共产党也在里面 国民党也在里面 但是方方那个清函这本书里面有一段就是我故乡的资料 就是我父亲告诉我 就是里里镇这个地方日本人并没有占领 他占领了平望 然后呢 镇里面就有维持会 就是汉奸组织嘛 维持会 然后日本人就说你们送几个你们镇上派给你们任务啊维持会 你们要送你们镇上几个女人到我们日本军部来 因为当时的只要日本人占领都会有慰安所 他们这个我故乡镇上的慰安所也没有 但是呢维持会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维持会实际你说他是汉奸组织吧 他又是想为我们中国人做事 又被日本人占领 他在中间夹缝中他想帮自己同胞做事 但是你遇到这么一个命令下来 就是非常痛苦 所以维持会他们讨论半天 最后说不行 我们送什么样子的女人去给日本人啊 没有一个人家里愿意送女人给日本人 最后就把镇上有个尼姑案里面 有几个尼姑 因为尼姑都是无依无靠的人 都是没有什么家里人啊 都是很苦 本身就是很苦的女人 然后我父亲是经常会讲到这一段 很伤心的说 哎呀这天早晨就听见一只小船 里面装了我们镇上的尼姑 就是摇到屏望去送给日本人 然后这些女人就在这个船舱里面哭 还有这个鲁的声音一直摇过去 这是一个什么事件啊 这个小说就是写的 是很棒 清潭小说里头啊 完全反映了金影城所喜欢用的一句话 就是不想 那不想的那个人物其实是最想亮的 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人物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我要快快的给大家看最后的一组选择 这一组的话和照片呢 其实不是从任何的书摘下来的 是我特别从微信的朋友圈 把它圈点出来 要金老师为我们解化一下 那这个应该是巨鹿鹿是吗 长乐鹿鹿 冬天的马路 冬天的马路的样子 对 这些画呢已经超越了用圆珠笔画 插画的那种范围 那种氛围 已经大大的突破 还有那个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在里头 那咱们最感兴趣的是里头的伏笔跟暗喻 有马啊 有鹦鹿啊 那你要不要来说一下 比如说这栋房子竟然长出鹿角 那是是是 这个是因为美术和文学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 文学你必须要想好一个故事 你必须要前因后果 但是美术呢 我觉得比较想像一首诗歌 一个镜头 你立刻把它画出来 它相比较简单 所以这个是我幻想当中的 城市的一种一种样子 因为在我的年轻时代 我在东北 养过几年做马夫 就养这个马 所以我比较喜欢画成的马 这些马 喜牌龄在有一段写马的写得非常淋漓 这些马如果在城市里面生活会什么样呢 我就把它画成这样像童话世界一样 像上海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有企鹅呢 对不对 但是呢 美术可以这么做 但是你如果文学你要这么做 你肯定要做更大的准备 你要自圆其说 你做不了 但是美术可以 美术你可以画一些 马路上有这么多企鹅出来 或者这个人属性的一个人 或者人变成属牌的属变成人 它就是一个画面 对对对 所以我要纠正你 刚才在台上所讲的第一句话 您说我不只是一个作者 我还是一个读者 现在我要加一句 你还是一个画家 恐怕将来还会当成建筑师 那 谢谢你今天 这么愉快的一个下午 我相信大家都 谢谢陈嘉宜老师 我非常开心 昨天为了这个 为了大半天时间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谢谢二位精彩的对谈 来 那么相信听过两位的介绍 我们更急不期待的 要找金先生的小说和散门来看一下 王小伟导演是一个非常仔细的人 非常认真的人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比如说他有一次拿给我看 一百多张上海十部门的房子 照片 十部门的正门的照片 他说你是不是可以挑选四张 你最满意的 我说我眼睛都看好 我没有这个本事 那导演就是说他有这个看法 他完全可以选出四张 我们通过这个细节就知道 一个电影导演 他的 尤其像王家卫导演 他的他所做的准备 这个是 普通的观众是 无法想象 他做了大量的对上海的调查 他本身自己是个上海人 他的哥哥姐姐 他第一次遇到我 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你写的就是我哥哥和我姐姐的事 因为他是1965年 他家里 他第一个到香港 他的哥哥姐姐 本来是要跟他一起走 但是 接下来就是他哥哥和他姐姐 但是他哥哥姐姐 就因为 后来大门就关上了 所以说呢 他的哥哥姐姐 跟我是同龄人 过了十年的样子 十多年文革结束了 他们才见面 所以说呢 在这一点上来说 他根本不是一个老外人 和上海人的关系 而是一个上海人 和上海人的关系 因为也有国内导演来找过我 包括柔依啊什么的 但是因为我当时 已经给了王好了 因为这个小说呢 实际说老实话 我根本不会做这个决定 你一百个导演都可以拍 因为导演拍出来的东西 就是属于他的东西 就不是这个文学作品 因为文学作品 肯定就是文学作品的一节 我举一个例子 你说《红楼梦》 你说有哪一个人 能够代言《红楼梦》 《红楼梦》就是 我们每一个读者 它的标准 它是不可能再会有 另外一个能够把它拍好的 不可能有 所以也有一句话讲 说最好的 点电影的小本子 是一个 谁都不知道的小说 谁都没有看过的小说 你把它拍成电影 就没有问题 你知道这个小说 只要有很多人看过 那就有一千个人看过 就有一万种意见 这是众口难调的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那刚刚那位张先生 他的问题是 小说是八卦的艺术 小说家擅长书写八卦 读者喜欢阅读八卦 那今天能够请金先生 八卦一下 您的小说 他刚才我已经说到原路 我已经讲了 我都是按照原来的材料 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名字 我也没办法照出一个名字来 我实际上不负这个责任 就是说底边有很多人在讲张三令氏 张三令氏的事 我就照这个样子写出来 让他有一种就是查无实证 就是你要去查也没地方去查 因为这是这个人说的 譬如里面有一个叫李李 他说他跑到香港 跑到澳门去 后来被人家骗到叶总会 后来干什么 也有那种行业里面的人说 老金啊 您这个说的好像有点过吧 但是他说我也不应该找你 说是这个人 是这个人说的 这个人说的有点过 其实澳门不大会有这样的事 但是也没办法 因为这是你听说的 那么这个就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所听到的一个人 就像那个罗生文一样 罗生文这个电影名是 就是张三是这么说的 同样一件事 张三是这么说的 李氏是那么说的 但现在提出的问题说 这个新加坡人到底叫什么名字 因为如果我知道名字 那是另外一个说法 他没有名字啊 他就叫新加坡人嘛 我们生活中经常会碰到 一个台湾人 我昨天碰到一个台湾老板 就是这么一个程度 你可以说嘛 朋友告诉你就说 这个台湾人叫什么名字 人家说你怪吧 我就是知道他是一个台湾老板 或者香港老板 要你非常熟的人 你才知道他是有名有姓 他是几岁 但是小说里面呢 因为新加坡人我觉得是挺好的 为什么 因为有想象力来说 会不会是我认识的张三啊 还是李氏啊 这不就好了嘛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更生动的 超越我们惯常的一种虚构文学的 一种非虚构的色彩虚构 这是一种最好的状态 我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通常我们是虚构 我们把一个小说 我们把它改头换面 把真人的事情改头换面 做成一个虚构 但问题是 我们周边的生活那么丰富 现实那么丰富 你完全可以用非虚构去记录它 但是呢 写小说的作者通常他都会 他才有虚构的方法 直接完全可以动用非虚构的方式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我理想中的文学就是 你最好像一个超市 超级市场 我们现在大家说是个超市 而我们过去啊 新加坡过去肯定也和上海一样 所有的商店都有会台 你要买一个什么东西 店里的人就拿给你看 对吧 书店也是过去 整个到了哪一年开始 东西都是随便选的 那你现在再到一个小店里面 比如上海有的小店也会有啊 你去买一个牛仔裤 你一进去里面 那个老女人就拉着你 跟你介绍 你就很烦恼 你说你不要拉我吗 你介绍什么 我牛仔裤不懂吗 我皮鞋不懂吗 我自己看啊 你烦什么 但是在过去的小说里面都是要介绍 人物 这个人物是什么 人物它是怎么回事 尤其是像过去我们看18世纪的小说 因为那个时代和现在不同了 那个时代没有什么资讯 网络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都要依靠你一五一十告诉他 那时候买东西都要依靠一个售货员 这么仔细细的介绍 这个是牛皮 这个是什么 但是现在是什么 现在哪怕是专门那种做西装的店 一般的店员都不会理财 你都继续自己看 因为现在的人比过去聪明是非都不止 所以说实际是要用 我们现在丰富的 我们的非虚构的方法 来改变那种传统的虚构小说的 都要大量的介绍 读者都明白了 你还介绍什么 我到超市里面 我挑什么有用的 你包括像《红楼梦》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超市 你愿意看菜的 你进去看菜 你愿意看男女关系 你看男女关系 他都有啊 你看革命他也有啊 他什么都有 鲁迅说过什么话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理想小说 超级超市的概念 谢谢 好 谢谢您老师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我讲的 好 有一位幸运的朋友 他问基先生 他说在您所有的书里边 您最满意的是哪一本 我们能否期待下一本 超越繁花的书呢 谢谢 谢谢 我觉得都不错 我写的都不错 就像自己小孩嘛 三个小孩 你说哪个好 另外两个小孩就不高兴 另外呢 我也不是一个 很有计划的一个人 我也讲了好多遍了 我说 关于画画也是 我说我们从小受的教育 就是小猫钓鱼啊 小猫不专心 一会儿去采花 一会儿去抓蝴蝶 所以他一条鱼也没钓到 但是我到整把年龄 我觉得一个人应该是 跳来跳去 你愿意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我们培养小朋友也是 你放心好了 他让他动抓抓细抓抓的 说不定他就又真的 喜欢了一个什么 所以我是这么一个 没计划的人 所以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还会写什么东西 因为写这几本书 都不是在我的计划之内 是突然的想起来 或者我觉得我要写 每白天 每黑夜的写 不是那个 所以有一年碰到 那个王家伟导演 他就说 他说我 你很亏啊 你这个 凡话这本书 别人可以写五本了 你这么一本就给写掉了 我说我是这样子的 我就是要把他全部最好的东西都放进去 所以 老实说就是我是一个没有计划的人 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会怎样 谢谢 谢谢 因为是一个说起来话长了 人老话多啊 就是一个我也讲了好多遍了 是有一天我在马路转角 我看见一个 我青少年时代的一个美女 在摆摊嘛 就是她已经很年老了 但是我认出来 这个人就是我青少年时代的 静安市最有名的美女 那么你碰到这样的事呢 她就会和你的 以往的很多很多的经历 以往的岁月联系在一起 这么美丽的一个女人 就像西西里传说里面这个女的女的 这么漂亮一个人 经过时间她就会 不是说她潦倒了 她就是再有钱 她到了这个年龄 可以想见 时光是多么残酷 时间的问题 我们有很多的 尤其是中国人 很多都会喜欢攒钱 我这钱都藏着 我将来准备怎么样 将来准备怎么样 但是将来是什么样 将来就是我刚才说的例子 一个那么漂亮的美女 变成一个老太婆 时光太残酷 所以繁华这本书 它实际 它说起来是非常的虚无 但是它的一种积极的能量 就是说希望读者都要 享受我们最好的时光 告诉大家 时间是会变的 一个人不会永远是过好日子 也永远不会是很差 但是你要及时抓住 你也不要准备我将来怎么样 你就赶紧你就消费 你就嗨你就开心 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员动力 我去想起很多很多事情 那么很多事情就是像各位在座都一样 我们经历了几十年 你遇到一个小小的开口 如果说你把你的所经历的那些内容 你设计成为一个小小的结构 你把它写出来 说不定就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这都是你经历的 你的经历肯定和别的人不会一样 但问题是现在的年轻作者呢 有很多都是 就是他就是从小到大一直被父母笼罩着 灌在家里写作业 然后他养成了就是也不关心父母 因为小说它最重要的一块 它就是最好你能连带几代 就是说你首先第一你要对你自己 你的父母 你们的祖上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文学它是关注人的迁徙 它的变动 它的变化 它的失恋 是这么一条线 你要写小说 首先要了解你的家父 你是怎么来的 这些问题 按照一个不写小说的人来说 是没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了解 而且里面有大量的负能量的东西 但是这个作为写作者来说 是最好的材料 所以在通常的不想写作的朋友们 他可能心里中已经排测掉 这些负能量的 因为他我记得这些乱七八个东西 干什么呢 但是你如果是喜欢写作的人 我希望你如果点点滴滴 全部要保存下来 因为你是唯一的一个标本 你们家包括你自己 没有谁可以取代你 反观也就是这样 就是从我家开始 我周围的邻居 我周围认识的人 这么慢慢慢慢梳理过来 我自己的记住的事情 这些记住的东西 可能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说是重要的 但是我刚才也讲了 就是说如果你不想写小说 你难免忘记它 我觉得作为读者 包括最新闻的一点 跟《红楼梦》跟《海上话列庄》一样 就是看过之后 你随便再放一张 你都能够进入状况 因为它里头有太多的描述 太多的细节 你能入胜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 像一个超市 大概就是今天你去那个 那个卖蔬菜的 然后明天可能你要去逛逛那个 卖洗衣粉的那个 看有多少种的洗衣粉给你看一看 那真的是充满了细节 谢谢 不声不想 因为一个是我们汉语成语里面 有不声不想这个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因为《繁华》这本书 我是写作的思维 就是大脑里面写作的思维 是用上海话想的 上海话写的 上海话写书 上海人说话 三句话就要说到不想 我去找领导 领导不想 后来我怎么样 所以不想这两个就 出现了 出现了以后呢 有一个上海有一个作家就跟我讲 说你这个不想 这个写的也太多了 你这个不是太多 就是你《繁华》这本书写那么厚 里面那么多不想 那自从你发现了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都不敢写了 就不敢写这两个字 因为这个字是你发明的 你如果说写了一千 一千个字的一篇文章 你们里面用了不行 我还可以用 但是我心里想 我如果写一个一千字的文章 你们也不会知道 因为小文章里面有的人会写的 不想 它是一个非常有上海特点的一个语言 但是它还是通文的 为什么通文呢 不声不响是有标准汉语的词 那个词 词典 这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上海人呢 他有时候说话 他效率比较高 我就不多说了 他就不想 我们双方都议会了 知道中间是什么回事 他就不会附述一遍 就像过去鲁迅他们说 上海人什么 走路叫跑路 走路就是 我们都是慢条式里走路 上海人走路就是跑啊 做生意啊 实际也没有到这个地步 但是上海人口语里面 走路就叫跑路 跑过来 你跑过来 我跑过去 你看人家看的人 以为我奔过来 他跑过来 我跑过去 实际也就是走过来 走过去的意思 倒是 这个书现在是给法国 一个很好的出版社 叫做咖喱巴出版社 在做法译本 哎呀 法译本我就很纠结 因为法语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语言 它的丰富程度 是和汉语完全不同 那法国人呢 我一个朋友说 法国人从小就教育孩子 写文章 不能用相同的词 你怎么用了一千多个 就是这个不想不想不想 怎么办 我说要不就把它换为 就是沉默好了 比如他就沉默了 对吧 不想也就有沉默的意思 对吧 别人劝了你半天 你一点都不表态 但是我发现你心里是有 知道 你心里完全有态度的 你表面就是不说 或者你换一个办法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上海人的特点 所以不能去掉 大家一看 原来上海人说话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把它保持有一千多个 一千多个 谢谢 所以这本是充满浓浓上海味的繁花 难怪他们说很难用普通话来朗读啊 本来想朗读一小段 但说因为我不会上海话 所以办不到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发问 也谢谢金先生 也谢谢全家医生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辛苦各位 现在有请大众集团执行总裁 执行董事 也是周星渠基金主席周曾厄先生上台 送一份礼物给金宇成先生 有请周曾厄先生上台 那金先生也有一份礼物 要送给周先生 各位朋友 我们明年再会 我是李荣德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谢谢大家